LIVE的生活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LIVE的生活 我是豆喵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嘿 Jessica 我們今天 要來做一個很有趣的提案喔 對啊 我想說 陳小瑜最近快要生日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想個好方法 幫他慶祝生日 好啊好啊 那不然我們來辦派對 欸 好棒好棒 我最喜歡辦派對 聽說你以前有很多辦派對的經驗 我最喜歡準備派對了 那你以前應該都是準備成人版的 對 小朋友的我倒還沒有準備過的 欸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玩小朋友 好啊好啊 比較可愛的 今天我們呢就是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怎麼去幫小朋友來安排一些 Party的活動 不需要花太多的錢 然後就可以做出很有趣的東西 我們今天會介紹的一共有 第一個就是小朋友他來家裡的時候 我們給每一位小朋友 都有一個小小的糖果的禮物 好 然後呢就是 派對的小組人 派對的小組人小壽星 然後一定要讓大家覺得他與眾不同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做一個可愛的黃冠 讓他可以戴在頭上 你看接待客人 那這樣子其他小朋友怎麼辦 我們就會有用這個解藝版 對 我們等一下會 讓其他小朋友戴 對對對 示範一下怎麼用一般的紙盤 然後也可以做可愛的小黃冠 接下來呢我們來示範一下看看 這個可愛的糖果的禮物包要怎麼做 那其實呢這個禮物包呢 它做法跟材料都蠻容易取得的 對 我現在看到這邊有一些好可愛的夾鏈帶 因為現在市面上其實很多的文具店都有販賣像這種 很可愛的卡通造型的夾鏈帶 對 塑膠帶 對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這種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透明的塑膠帶也是可以的 對 對 對 好 然後裡面裝的糖果呢 你看我們就可以比如說在超市啊 或者是在菜市場 那你都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賣糖果的部分 那你就選這種 看起來色彩繽紛的小糖果 就很適合來做操作 好 那我們還需要的材料呢 我們看到我們還準備了木夾 木夾 那等一下可以用來做固定還有造型小糖果用的 還有一些紙膠帶 對 還有紙膠帶 那可以來裝飾我們的木夾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做做看 好啊 好啊 首先呢就是拿那個糖果袋 那糖果袋的話就是隨意把糖果給裝進去 那應該是不要裝太滿 中間要留一點點空間 是中間可以捏束出那個蝴蝶中間的造型的部分 對 裝太多 你的蝴蝶可能就爆掉了 好 好 所以我們大概 譬如說像這樣子的一個袋子啊 我們大概裝大概二分之一滿就可以了 對對對 然後像這個因為是沒有夾鏈帶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折下來 然後用紙膠帶 然後把它固定住 好 那夾鏈帶的話很簡單 就直接把它夾住 好 那我們把裡面呢糖果的分布稍微區隔一下 好 那我先把空氣擠出來 好 好 就像這樣子啊 就鬆鬆的中間就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讓我們的木夾夾住的 然後大家看到我把 我把那個糖果分散成兩邊 然後流出中間的空間 然後就拿出我們的木夾 從中間一夾 咦 蝴蝶的一個基本造型就出來了 對 好 再稍微調整一下 好 你看 軟糖蝴蝶跟巧克力蝴蝶就出來了 對 好 那蝴蝶還少了什麼 蝴蝶還沒有 觸角 對 好 那觸角的話呢 你看我們在文具店常常可以買到的那個毛根 那它也是很簡單可以取得 那毛根的話呢 稍微用剪刀剪出它的長度就行了 好 那這邊呢也是我們簡單的 你用夾住的也可以 或者是說再加一點白膠 然後再把它固定住 欸 你看 好簡單喔 對 我這邊就是直接用夾子夾住 它就可以固定了 對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觸鬚呢 做一點造型 好可愛喔 快要成型了 對 然後最後呢再用這個紙膠帶 那我們就是用紙膠帶來裝飾中間的部分 好 你看 就完成一個包裝了 好 那這個動作其實很簡單 那小朋友啊 你也可以先請他就是一起來幫忙 來包裝自己的那個小禮物 給他的好朋友們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就好了 對 你看好可愛 很簡單 然後啊 你看除了我們剛剛 就是示範的用紙膠帶來貼 比如說你有不要的那種小扣子啊 好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再點綴一下 或者是有像這樣子的一個水鑽啦 或是這種小鑽石啦 一樣也可以黏在上面做裝飾 對 你看還有這個 欸 你有時候那可能 你的綁都把那個壞掉了 那竹竹還可以留下來 你看 這隻超可愛 這隻非常的特別 等一下錄完我要把它帶回家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介紹怎麼來做這個可愛的黃冠 好 那它需要的材料呢 它需要什麼樣的材料 很簡單 就是平常文具店就可以拿得到 用圖畫紙或者是西卡紙都可以 就是呢 你可以先把小朋友的頭圍先量好 好 量好之後呢 就是剪出這樣子的長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先用鉛筆畫出等一下黃冠呢 要的這個尖角的形狀 好 然後在尾端記得 就是要留一段 就是要黏雙面膠的部分 好 然後你把長度量好 形狀都剪好之後 因為這個是紙張嘛 所以就是只要用雙面膠就可以黏了 用雙面膠好方便喔 而且其實它的固定性還不錯 好 OK 好 把它圍成一個黃冠的形狀 好 然後接下來它白白的不好看 而且也有點太軟了 對 那我們要怎麼裝飾它呢 我們就用布料 因為用布料的話 第一個它看起來質感還滿好的 而且它會增加它的耐用度 好可愛喔 對啊 你最愛點點 對 我最愛點點 也跟我一樣 對啊 那所以呢 就是它增加耐用度之後 他們可能派對結束 它還要拿出來辦公主的時候 還是可以繼續用 太好了 對 就是如果你有漂亮的包裝紙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拿出來應用 如果這些都沒有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用手畫就好了呢 對 你也可以手畫 那你手畫的時候 可能紙就要選比較堅固一點 對 因為它就只有一層 對 對 對 好 那我們把那個布料跟紙黏合的東西呢 就用白膠就可以了 簡單的把白膠擠上去 好 然後呢 就是用刷子 把它刷的稍微均勻一點 那就是盡量它的表面都有碰到膠 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它比較不會布料再黏起來的時候 就會有泡泡的感覺 比較服貼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就照這個方式 你就是慢慢把那個白膠給包裹上去 對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 你可以抹一段之後 先貼一段布 對 上下要留一點空間 對對對 我們到時候要折進來的部分 對 這樣子它才能夠 就是不要露出太多白色的地方 那大家看到 你留的縫隙大約就是這樣 一兩公分 等一下方便折進來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等一下就是照剛剛的步驟 你就是陸續塗一段膠貼一段布 塗一段膠貼一段布 這樣才不會我們滿手都是白膠 對 等一下就摸著整個布上面都這樣 而且這樣子一段一段的貼的時候 也會比較服貼 對 它會有空氣在裡面 對對對 所以到時候我們收邊的時候呢 這邊也要注意說 欸 我們可以 可以把多餘的布剪掉之後 旁邊的部分就是 就是很小心的往內遮 對 往內遮去收邊 對 下面的部分也是 下面這個地方 對 這個地方也是就是我們往內遮 然後就可以貼出比較 漂亮的一個面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比方說你這邊把它剪開 那這邊這個範例的話呢 它是剪的比較少 那後來發現它的白色會比較多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整個角都給包住的話 那你也可以只有從這個尖角的地方剪下去 那等一下就是塗膠 再把它貼下來 這樣子也可以 其實這就沒有規定要一定要怎麼做才是對的 你只要覺得包起來漂亮的話就沒有問題 好 所以當 剛剛豆苗老師介紹的呢 這樣子摺進去以後 它就會貼成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對 所以這個尖角的部分就會比較堅固一點 因為多了這個布料的支撐 好 那我們做好以後是不是應該要 裝飾一下 幫它裝飾一些東西 對 你知道那個公主啊 都喜歡尖角上面 然後要有一點花樣對不對 對 好 我們準備了一些小毛球 有鑽石 紅寶石 對啊 藍寶石 鑽石 紅寶石 好 那像這個毛球呢 其實也是在文具店就可以買得到 好 那把它固定在尖角上的方法也很簡單 你只要用白膠擠一大坨 好 一大坨放下去 好 那麻煩Jessica幫我放 然後只要輕輕的放上去 然後靜置幾分鐘 讓它固定 對 就是在它乾燥之前 你不要碰它 有點像在做蛋糕的感覺 很有趣 你看這些動作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而且這是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幫忙製作 對啊 然後完成的 嗯 好 耶 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 那如果女生喔 她還不過癮 你還可以幫她做一個蝴蝶結 好 那蝴蝶結以前我們都教過 大家可以去複習一下 以前的蝴蝶結 以前的蝴蝶結 好 那你看快速的折一個蝴蝶結 好 也是用蝴蝴線固定就可以了 好 然後你用一個就是文具用的黏土 超方便的 而且很快 欸 就放在 好 要戴嗎 好 對不起 好啦 你看很可愛的 黃罐 這樣好可愛喔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小國王跟一個小公主了 對啊 為什麼國王要跟公主配啊 欸 說得也對 那是王子豪 好 OK 好 那如果那個 那我們做完壽星了 那其他的小朋友也吵著說 為什麼只有壽星有 那我也要 那我們其他為了要有區別 然後也要給其他小朋友玩 那我們也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客人專用的 對 客人專用的黃罐 這個做法更簡單 就是我們使用平常我們隨手可得的紙盤 像這樣子的紙盤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從中間畫線 就畫線 然後把它割開 像切片一樣就畫一個線 把它割開 然後往內折 折好以後做好裝飾 然後邊緣呢 一樣我們是使用像這樣的膠帶來做裝飾 好 這樣子就可以囉 就完成了 對 就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如果說想要有其他的花樣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畫獅子啊 兔子啊 同樣的都可以做出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要讓小朋友們 有一些娛樂活動 小朋友最期待的娛樂活動 那下一段我們再來介紹 有趣的娛樂活動 等一下回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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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託